好,我们来介绍Jetson的扩充积目 在政府有一些开放资料 叫Open Data的一些资料 举个例子 像台中市政府各校开放的时间 这个是可以供民众去查询的 那Jetson的资料格式 大概是像这样子 那我们可不可以在Squatch上面把它叫出来 甚至现在很多各大停车场的资料 你也可以这样查询出来 好,在我们的积目里面 在我们的积目里面按加号 选择下面有一个Jetson的资料库 首先我们可以从这个积目里面拉出来 我们从哪一个Jetson格式取得资料 Jetson的网址它是一个HTTPS 建议你HTTPS 那目前HTTP的格式比较会有问题 因为它基本上存取资料不安全 不安全 不安全 那你可以把资料改成HTTPS 试试看 它会不会可以下载 可以 它就下载一个Jetson的一个档案 那因为这个档案不好读取 不好阅读 那我们需要做一些处理 所以我们要的只是这一个网址 HTTPS这一个网址 那我们可以在我们的Squatch里面 把这网址贴进来 让我们的Squatch去读这个资料 那我们收到Jetson资料的时候 我们要当取得Jetson资料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打开来 看它有没有拿到 现在没有 当我们去读Jetson资料的时候 它就会读出很多 很多资料 那这些资料要怎么读取呢 就是我们取到Jetson资料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 先把 我们请 它说出 Jetson资料里面的 第一笔资料 我们取得的Jetson资料第一笔 我们看一下 我们就看到它里面有这样子这么多资料 也就是我们的网页里面的第一笔资料 这个 这个资料 那你会发现Jetson资料里面通常有一个什么 什么什么东西冒号 哪个学校 比方说这第一笔资料是哪一间学校 提进来的 是乐业国小提进来 那我们怎么把乐业国小拿出来用呢 那可以也就可以就把继续再让它说出 这一个 第一笔资料里面的 什么东西 学校名称 那我们让它来说 当收到资料之后 请它说说第一笔资料 学校名称 那它开放的时间是哪里呢 它开放的时间 再回来看一下 开放的时间栏位是什么 比方说平常上课日开放的时间是多少 那我们就再把它 积木再拿出来 复制 上课时间 第一笔是乐业国小 上课时间开放的时间 如果出现这个就表示它没有抓到 没有抓到就是我们给的关键字可能有问题 建议你从这边再来查 这是上课日 我打错了 所以它找不到资料 所以这边应该是上课日 上课日 那我们就会查到了 这个资料是乐业国小这个时间 这边上课的 那你也可以查第二笔 我们查第三笔好了 查第三笔 是其他学校的 第三笔 那我们一样 台中国小 五点到五点到二十二点 那我们看资料对不对 第三笔是 这边台中国小 五点到五点半到二十二点 是正确的 那我们就可以借由这样子的 这个节目来取得我们 政府的开放资料的一些 内容 比方说停车场或者是Ubike 或者是什么等等 那你可以在 网站上搜寻Open Data 我们政府资料 开放平台很多资料 这是大家可以去运用 在 Big Data 里面 它算是一个 可以操作的一个项目 因为我们在那里面 就有十分怎么了 谢谢观看